有一些医护界的人士 就说 为什么你有检测的能力 不是集中做这些特定群组 要去启动一个普及的社区检测 我在这里再次重申 两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会为特定群组检测 也等于我们会为医管局 和卫生署做的需要诊断治疗 或者是卫生监察的检测工作 是保留他们今天的实力 我们完全不会将这些检测能力 拿去做社区的普及检测 社区里面的普及检测 是全部因为中央支援我们 我们有了一个额外 相当大规模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一次过做一个 普及的社区检测 所以请提出那些意见的医生 是了解那个情况 我不希望还有医生 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就是对于普及的社区检测 再提出一些负面的看法 有些担心的都是不需要担心 听清楚政府的讯息 然后就积极参与这个活动 为什么会有一部分的人士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不参加呢 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回答 这个问题应该由 自从推出了这个计划 不断去抹黑这个计划 不断去找藉口 叫市民不要参加这个计划 的所谓专家 医生 和一般人 来对答 为什么他们要有这样的心墙 去阻止香港市民参与这个计划 只是有一个目的 这个就是政治计算的目的 这个就是再找一件事 来到去抹黑中央 破坏香港和中央关系的目的